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开播上将杨德志堪称我军老当义壮的代表人物 69岁还挂帅出征 担任对月自卫反击战的西县总指挥 与许世友并驾崎岖 其实杨德志将军还有一件老当义壮的事 就是在80岁高龄再次娶妻 杨德志将军有过两次婚姻 咱先来说说第一次 杨德志的第一位夫人名叫申戈君 是河北魏县人 虽然从小失去了母亲 但在父亲和爷爷的支持下 考入了大名女子师藩学院 成为一名女大学生 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毕业后原本想着回报乡里的申戈君 却遇上了抗日战争的爆发 当时在整个华北大地上生灵涂炭 名不聊生 申戈君就找到姐姐申小浦 说河北待不下去了 我们不如去河南吧 去那里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姐姐申小浦也是一位有志青年 就答应了妹妹 两人随即启程 赶到了河南浦阳 加入了当地的妇女救国会 不论是上街演讲 还是组织培训 申戈君都是冲在第一线 连男同志们都佩服的说 申戈君啊 巾国不让须眉 就是今天的花木兰呀 1940年在禁茶季根据地工作的杨德志 率领部队来到了河南浦阳县 当时杨德志已经30岁了 婚姻大事还没有着落 可急坏了许多人 其中就包括他的好友唐克威 唐克威觉得申戈君不错 就介绍给了杨德志 但杨德志听完后说 老唐人家是大学生 我就是一个大老粗 这不合适不合适 唐克威乐了说 老杨你还怕这个 把你在战场上的那股威风劲拿出来呀 正所谓英雄配美人 我看就蛮适合的 别磨叽了 抓紧去吧 人家也很忙的 就这样 在唐克威的撮合下 杨德志和申戈君见面了 可是第一次见面 杨德志就闹了个大笑话 由于工作繁忙 杨德志来不及收拾就去了 胡子拉叉的 后来申戈君回忆说 只记得他满脸老腮胡子 人很瘦 在见面时 申戈君很大方 杨德志却有点放不开 申戈君问一句 杨德志就答一句 后来 杨德志还笑着说 那时候和他第一次见面 说实话 心里很慌的 就更别说 同人家结婚这事了 虽然这次见面时间非常短 但两人都对对方有了好感 杨德志很喜欢申戈君的落落大方 申戈君也很欣赏杨德志的憨厚朴实 就这样 在家庭中处理好各种问题 在家庭中处理好各种问题 一定不能让他分心 1989年10月12日 申戈君不幸病逝 享年72岁 杨德志 杨德志痛不欲生 眼含热泪的说 他跟着我 受了不少罪呀 申戈君去世后 杨德志将军已经79岁高龄了 因悲伤过度 身体和精神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的老部下 开国中将李雪三于心不忍 就给杨德志介绍了十年55岁的实力 实力1935年生于湖北洪安 1950年11月加入了中国志愿军文工团 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随军开赴朝鲜前线 在实力的记忆中 他第一次见到杨德志时 就是在朝鲜战场上 当时文工团举行慰慰演出 杨德志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 演出结束后 实力才从别人口中得知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第19兵团司令杨德志 杨德志听完这一段往事后 心中无限感慨 说缘分啊 在谈到两人的婚事时 杨德志说 我的孩子们将来会尊重你 我也会尊重你 就这样 两人于1990年4月30日结为了夫妻 两人结婚后 实力给予了杨德志 非常细心的照顾 而杨德志也时常想着实力 孩子们送来什么好东西 都会先送给实力 1994年10月25日 杨德志将军病逝 享年84岁 在外人眼中 他们俩只是一对半路夫妻 但对他们两人来说 却是可以交信的夫妻 并不比之前的那段婚姻差多少 特别是在杨德志的最后岁月 实力更是忙前忙后 整日操劳 孩子们劝他多休息 有护士照顾 他说我们是夫妻 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再好的护士 也没有我照顾的贴心 今天实力奶奶已经86岁高龄了 仍然精神绝朔 在这里也祝实奶奶健康长寿 好了 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